好 大家都很關心啦好不好 這個 王國章老師已經 進入我們這個 柔術的世界了喔 學 學穿衣服啊 希望未來可以在立法院看到這一幕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小心了 下一個就是你們 你們看 看政治學功夫 第六集就是給你們拍了 看老師這副真靈的表情 看老師這副真靈的表情 有沒有 上課囉 上課囉 深蹲救台灣囉 這個人好帥喔 我想認識他 他是誰 這個人好帥喔 注意這邊 再做那個體能 那個柔軟度測試 活動度測試 肩胛活動度 不要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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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橘子到底在哪裡 他 下禮拜 開始訓練 從現在是十一月中喔 十一月中 這個月不算 因為他這個 練不到個屁 這個月都是被人家操而已 就是肌力恢復期 這半個月 教練也不太會操他 過過水 先讓我們教練 我們教練比較溫柔 嘿 等 老師練兩三個月之後 我就要開始跟他揉來揉去 到時候各位也許會看到一些 一些短片 喔 對 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大家想看嘛 民進黨的各位 你們小心來著啦 民進黨的各位 未來立法院 再過幾個月 麻煩您各位離黃國昌遠一點 看到他沒有 39歲還可以學嗎 黃國昌50歲 我還要帶他去比賽 沒有不能練 只有不想練 越早學是越厲害 因為你身體會變成柔素的形狀 像我們這種老人家筋骨就硬 我們就很多招式沒有辦法做 老師喔 老師他一個禮拜訓練三天 我們會幫他拍一整部訓練影片 就是一整部的訓練影片 紀錄片半年 砸大錢 幫他出錢拍 沒關係啦 我們 我都計畫好了 這是個邪惡的計畫 對 我們要幫他紀錄半年 會拍一部 會放在我這邊啦 就是 他最後收尾就是去比賽 就這麼簡單 希望老師加油啦 希望他半年後 不用半年後啦 兩三個月之後應該就很猛 他燦燥也很好 然後柔軟度也不錯 加油啦 老師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喔 加油